請看 這個綠豆煲乳鴨是可以各血壓解嗎 對, 喝冰水 綠豆瘦肉, 豚皮, 海帶, 煲乳鴨 乳鴨和綠豆, 陳皮, 海帶 這些是涼的, 把它和回去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這些是民間偏方喝了多少年 厲害, 其實說真的 媽媽, 你知道嗎 預防和控制高血壓 最重要是什麼 吃多些含有甲, 含量的蔬果 可以幫你降血壓 而且別太鹹 因為吸收了太多蠟 就會令血壓上升 所以別太鹹, 你知道嗎 所以我都說你鹹色仔 不要緊, 我年輕人多鹹 我跟你說, 相信鹹 但不要了 我也是鹹色仔 太鹹還是不好, 不健康 這樣給我放進去煲湯 好… 剛才綠豆煲湯之前, 是否預先浸了 浸了水的 海帶和乳甲和獸肉 你也要先出水 海帶有點黏液 對, 像秋葵一樣 別人一塊一塊就放 還有果皮 我想告訴你, 海帶有什麼好處呢 海帶含有甲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甲含量高有什麼好處呢 一塊就是可以降血壓的 還有這個果皮 乳甲方面有什麼好處呢 吃了乳甲肉, 可以健腦補神 提高記憶力 然後放一些瘦肉 這個湯也是煲一個多小時 是 Hussein 吃了 你也要幫幫忙